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晚的一級賽馬方程式 今次賽事就不會是星期一,而是星期六舉行 上季每個月都有一次星期六的賽事 今季其實有點不同 你看看賽期表,某些月份是沒有的 而某一個月份是跑兩次的 不過詳細是多少月呢,我自己一時間就省不起 不過頭幾個月都是一個月一次 我想大家星期日的時候都可以把握機會休息一下 之前都一直跟大家說過重化的情況 不如看回剛剛星期三重化兵團的表現是怎樣 都幾厲害的 那天有六隻馬蝦重化回來 頭場有一隻港南福星,跑到第二名 第二場十號的必定店,跑到第三 不過如果大家有印象 那一場是平頭冠軍,大運舞台和帝聖寶貝 其實那兩隻馬都重化回來 不過就不是第一場立刻有表現 換句話說,其實那一場 三隻曾經去過重化的馬是包辦了三重彩 到第五場,這隻失蹤人口 曾幾何時,跑得一般 第七場,那隻喜晉 都跑到第二名 而且都跟得比較前一點 而另外呢 激賞的表現就一般 其實留得比較厚一點 扔個彎又比較闊一點 最後跑到第四名回來 至於美場,飛越鋒 那個評分我都覺得浪了一點 最終跑到第七名 表現就不過不失 不如說明天有些什麼重化軍團 超級多 你看看表,多長 頭場有兩隻 一隻寶貝儀去了重化四十九天 八號的最後拍去了五十六天 第三場,前途再現 去了重化五十三天 這隻馬我自己覺得 上季曾經偷偷埋出 那場用偉達 好像都有起色 結果跑出來都是一劈 所以這些馬我自己就放棄了 到第四場,飛鋒這隻馬 去了重化五十七天 他來地的性能都相當好 這次也有一個好的檔位 希望他肯放 因為過往這隻馬不放頭 就比較窄洗一些 第五場,請跟我來 這隻馬上一場都有一個頗不錯的表現 跑得好之後,跑到第六名 之後就去了重化兩個星期 看看這隻計首飾大勝之後 其另外一隻去得比較短時間的 蔡若漢馬房的馬 看看回來得不可以 七寶這隻馬就未得志 我想都可以等一等先 第六場,到蘇惠爾馬房 有響有賞 這隻馬上季都博得比較多一點 現在落回去四班 我想都是未必得志 到第八場,一對蔡若漢馬房 結彩繽紛的十號馬 這隻馬外地二千米上名 初出跑一千六 其實都挺偽高人膽大 這個馬房一再上演這些高難度動作 看看今次初出馬上跑一千六 另外一隻計請跟我來之後 即是在香港跑近了 再去重化這隻 哪個哪個 也是蔡若漢馬房 去了十四天 上一場在田草 都交到一個挺不錯的表現 看看今次去完重化回來 又可以不可以 另外一隻 上個星期三都說 這隻激想可能去重化的日子 都比較多 去了七十天 至於第九場這隻古畫 簡直去了八十三天 這隻馬都去得比較久一點 路程OK的 看看他可以不可以 而另外標形猛漢這隻馬都去了重化 他原先在九月十六日 就報跑場二班一千 結果因為打風的關係沒有了 他現在跑泥地 過往他轉彎都不是很順 你在泥地撿過十二檔 其實都挺牙煙的 因為這場都有幾多快放馬 上籤、炮子頭、盈里進馬、人者全心 這些都會擺錢 我有少少擔心他在外跌又洩不起 到尾場了 有隻中華之光去了四十九天 不如先講奇練配搭 偉達今季都比較少跟葉楚行合作 除了那些什麼財物財之外 這隻中華之光今次的配搭都頗特別 但是他在八月淹完之後 輕了七十磅 哇大哥 都幾難跑一下 所以我自己沒有選到他 好可以回來 星期六十場賽事 七場草地、三場泥地 我自己的馬膽是來自草地賽的 就是第三場 這場五班千二米 你看看這場馬有什麼馬快呢 嗯 帝聖寶貝和辣辣椒一定會快 在他後面可能會有隻歐洲巨星 銀城福星和淺陶在演都不出奇 那我那隻馬膽有機會守在這堆馬的後面 就是一號的明月聲輝 你看看這隻馬 就是過往在香港都不太開胃 有什麼不開胃呢 馬身比較削一點 就是說這隻馬不夠重稱 還有那個僵口都不是這麼好 脾氣也不是好 但是上季已經一再展現過一些走勢 特別是說上季尾那一場 千四米的表現都相當好 不如看看那一場怎麼跑 現在五檔的 這隻黃色衣服 你看看他 一出閘 你看看他 袋鼠一樣出來的 留在後面 你看看他留在後面 沿途是怎樣 你看他的口 一再說他的僵口不好 你看看 嘩 像吃了拼頭丸一樣 這組就是四班賽事 前面放頭 引引腳和陸上飛馳 後面貼籃 這隻就安喜 然後拍著神火金剛 明月聲輝在包尾的貼籃位置 你看看他馬鏡一直都不太順 在他前面那隻紅色衣服 銅歡樂 還有外面三疊 這隻紅色衣服就是成你所願 你看看他入直路 早段貼籃 也不規矩 直路是怎樣 移出來這裏 未有位置 接著 這個位置 都沒有位置 有隻紛紛進氣 阻礙著 又要再繞 繞在成你所願外面追 這裏打下去 一打就買右片 這裏打下去 右內閃 那你前面那些什麼 成你所願 同歡樂 安喜 那些都走掉 你還好像醉酒 拿在那裏 片來片去 最後這個第四名 其實真的不錯 你看到最後這五十 又片出 又片入 都叫做輸不遠 那幾隻馬六 安喜 三班吃了一扇炸糊 成你所願 就跑了第二名 同歡樂 再出 今季初出 都跑了第二名 其實這組的賽職 是一點都不差的 可以回來 那你現在明月聲輝 還要在五班賽上陣 如果這場出集順利一點 放在前面 鬥口那部分 其實都幾難搞的 因為 你說回暑期 他契了給蔡明少 都粗了很多貨 粗下去 那隻馬 我覺得默契有的 但是可能 那個僵口 都不是說改得那麼好 但是你看回 馬房那些什麼 進協精英 也是這樣在 沈拿 蔡明少的跨下 或者在他的 心機 搞得到這隻馬都幾好 這隻明月聲輝 有少少 進協精英的影子 我相信這隻馬 都會有些 不錯的表現交出來 好了 今次我的馬膽提供 就是第三場一號 明月聲輝 希望各位 星期六贏多些 我們下個星期二再見 拜拜